这个震荡由高位计算过几星期 道指由36,100左右跌到34,600 即是差不多1500点 但是这1500点是否收工 美股昨晚反弹了五百多点 但是留意着形势上 道指其实早前两个月做了顶后 急插弹回上去 急插而落到技术位反弹正常 弹回上36,200再插又弹 大家看图有个别的主观看法 我看的整个反弹浪到指 其实已经做了顶后 接着反弹是一浪低于一浪 所以我预期这次反弹 昨天反弹第一天 前天急跌 有机会弹多两三天 上去 但是这次的顶就是36,000 当然这是乐观的看法 如果不乐观的看法 随时今晚就已经飞单日转向 下来 照看反弹 我觉得可以有权弹回上36,000 接着再下来 下来第一站 都是看回34,000附近 而34,000这个位置有权弹 只不过也有权插穿 插穿了就不用想了 直下了 所以杜指其实无论他怎样表现 昨天怎样升也好 其实都弹不回整个跌幅的三分二 所以这次我看弹上去 其实乐观就是36,000 但是如果你说悲观一点 其实可能35,700就已经差不多了 留意着这个走势 我们仍然看着 过往我叫大家看杜指图的时间 每个星期和你看着 都是留意着它的最重要是高低波幅 落到支持位置 彈上来 彈上来又再落 当然了 杜指的跌就拖了很久了 去年10月因为有疫苗 因为拜登上台 所以就抽多一阵上高位 但是其实你看回整个走势都是 上完高位又是下来的 现在新冠疫情爆成这样 Omicron的情况已经 老实说 现在美国它不会让你看到真相 全部 但是美国其实很多I.C.U.已经爆破了 医疗系统 迫近崩溃了 感染和重症的人数也多 这些不可以压得多久 正如通胀 它能压得你 只是过渡期 接着会跌回 它可以压到你半年 但是不能压到你一世 所以其实现在美股 面对着的困难越来越严重 所以从基本面看 美股仍然 我觉得见了顶 死定了 但是很多人不相信 因为技术层面还未下破 那你就先等技术层面破了 技术层面破了的时间 那时候你要救已经没得救了 所以留意着这件事 我们看纳子的图 其实很技术走势 你见第一 一浪低一浪 走着一个下降三角形 而底部的支持位 大约一万四千八 一万四千九 又是了 到了又弹 昨天就弹得很好 但是仍然都没破过下降轨 那又是了 弹完上去又再下降 我觉得 都不会花很久了 可能一两个礼拜 当他破了一万四千八这个关口位 下一个目标直指就是一万四千二 而一万四千二又是重要关口位 那个位置理论上要弹的 那就是耐弹一点 那个位置弹完再落穿 那就玩完了 但是如果你说下得急的话 可能那个位置也守不住 一万四千二 就是我橙色圈圈了 所以整体上 其实美股是坠得很重的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人说 美股不用害怕 由你们开始对港股失望 全部人涌过去炒美股开始 美股就做了 做顶了 那一刻冲完去 美股多一个多月 做顶 其实现在就摆明是在派货 那你当然了 你可以不相信的 那不就一直看 那看看究竟到时 你们沽了港股 冲了去炒美股的话 美股再跌下去 你情何以堪 那这个就未知之数 在看未来几个月就未知了 但是你看看 如果第一季 美国开始对货币政策有变的时间 开始蕴酿吹加息 其实美股是没办法抽得起的 那这些 我想就是我忠告大家 就过去 我都过去炒美股 不过是做淡而已 那就是沽着ARKK 做DSQQ 那就是以做淡为主 那再看罗素2000 那你就知道概念了 其实罗素2000在过去大半年 做着高低位 高位就是2360 低位就是2100 那之前去破顶那一下 又令到大家说 哇又破顶了 罗素2000也破顶了 那你还说美股淡 那你看看 然后破顶了 隔多两个星期 便又跌下来 现在又是下去2100 接着在横行区的底部那里徘徊 但上去都没过一半 那又是看看 如果罗素2000 下去破了2100 亦都是confirm过美股就死了 所以其实美股你看到 它坠的顶是坠得很重的 那看看接着 接着会不会这一阵再跌下来 再跌下来 那些技术位 譬如说 纳指14200 道指大约34000 接着28000 罗素2000就2100 这些位 如果破顶的话 就confirm得美股死了 美股的危机在哪里 接着我们看看 其实这个危机已经逼近 不过在去年 因为疫情的问题 用个无限QE来浸股市 再抽上去 但是这一刻再抽上去 断定美股是没得救 因为为什么 你再不断引银子 不断举债 其实令美股只会推向原来边缘 更加危险 而没得救 反而你去年 疫情之后 接着再给股市 作出适当的回套 调整 那么现在美股 港股由三万多 禁下来二万一 科技股 中概股 全部估值由 譬如腾讯七十倍PE 很多估值一二八倍PE 全部禁下来 现在腾讯二十多倍PE 三十倍PE也不够 阿里巴巴十三倍PE 那股市就足够了 大家不明白这个道理 不就不明白 照看 未经的一年 我相信港股一定表现比美股好 而美股只会整年 整年 2022年 美股整年向下走 令到会令到 现在过去炒美股的人 完全失望 而最大的损失就是 你放弃了港股去炒美股 令你失望 而港股就升了上去 当然了 这个就是2022年 全年的预测 很多时候 不可以真正因应一两个星期的升升跌跌 你都去说的 但是 起码一样东西 我今年年头跟你说 科技股会输大钱 科技股会跌到一波一波 这件事起码没有骗你 年头 很厉害 恒指上三万多 全部科技股都入了 恒指成分股 然后科技指数又上 腾讯七百多 美团四百多 全部上了高位 那时候的气氛 你想想回头 如果以那时候的气氛 你是不是看好 我是不是看淡 但是我看淡之后 去冲完那一层 接着又说契妈 又说Cathy Wood 全部都在那时候做高位 去做高位的时候 你们是不知道的 你们还是说很厉害的 继续追着买的 但是我告诉你 那时候是做高位 结果中概股跌成什么 科技股跌成什么 微盟移卡跌成什么 每个都起码跌五成 或者不止 你说这些情况 是不是提早告诉你 跟着走出来 到今天 美股已经最紧顶 其实信号很明显的 最紧顶下来 我说2022年 美股一直沉下去 你尽管放长双眼看 亦都可以尽管放长双眼看 看看是否这样 而港股很简单 下来 只要美股震撼性跌那一刻 港股做大底 大底稍后 在节目内容那里 会再跟大家分析 有没有机会去到什么位置 这样的时间 港股就光明 所以明年 我仍然继续看好 就是说 港股和中国股市 会有另一番景象 让你去见 其实今年 A股已经升了不少 接下来的A股 可以是大牛市 而港股 理论上 第一季 做完的红三美 那就跟着光明 这些就是我的看法 你可以尽管不相信 我们年尾再看 明年再看 美股的危机 已经越逼越紧 危机在于什么呢 第一通胀 通胀只是透一透气 但是美国的CBI 已经去到6.8% PBI已经9点多 整10% 接下来也是因为PPI的上升 企业盈利受损 所以迫着就会加个CPI 令到CPI上去的速度会快 明年第一季 我相信CPI破7的机会很大 继续高 而美国的通胀 是没办法制止 这个并不是过渡期 而是现实的滞涨 就是说 美国的经济在明年 仍然不足为度 而通胀继续严重 所以滞涨出现的机会是 99%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企业盈利有没有保障 没有 企业现在已经看到 受累于供应链 通胀的因素 企业的盈利已经开始 逐步逐步减退 那没有这样的盈利基础 顶着 美国还能升到哪里呢 这就是危机的第一点 也都是最大的基本面的因素 第二就是 Omicron令到疫情 很不明白 我告诉你 虽然很多专家说 这种变种病毒 杀伤力不大 有些人说话 就是越变越没有杀伤力 谁说的 谁说是 当然了 就是安慰自己的说话 感染了也不是重症 但是是不是呢 你自己信不信呢 所以 Omicron的影响性 对经济 我英国就说 圣诞后封关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现在英国的疫情 爆得这么厉害 现在不封城 要圣诞后才封 是为了真的玩 可以开心 还是真的为了社会卫生的利益 美国的情况 疫情已经很严重 如果这个情况继续拖下去 就是美国的经济 仍然无能力去复苏 美国的债务就高企 只会国债越滚越高 到时就不止股市爆 债市都爆 科币政策 因为通胀的问题 紧缩了 紧缩还有没有资金 或者资金链 还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资金继续把股市托上去 你看看Cathy Wood 他还能够够钱来托起股票 托不起的话 去ARKK是不是死定了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 Cathy Wood只是冰山一角 其实Cathy Wood 根本就未入流在华尔街 只不过不知为何被你们吹捧到女股神 那股值也高 所以其实你用基本面计 是怎么也计算不到美股继续升 当然如果他继续印银纸 继续大水万贯 可能会再升多一阵 但是再升多一阵又如何 再升多一阵 就变成了更加死得没得救 所以其实这些是很简单的基本面 所以没得争论的 其实也都是这么说 你技术走势怎么看怎么看强也好 你根本上你里面已经破坏了 所以继续看美股熊市 美股其实已经有进入熊市的信号 有很多美国的股份 就是杜瓊斯你没跌下来 但是很多股份已经跌了下来 有熊市的信号 所以我仍然坚持着 美股是死 你们用什么方法骂我 外面任何人骂我 我都要照说美股是死了 好了 道指的目标 我们看一下图 这幅就是道指图了 由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 一直是这样升 中间最大的调整 就在新冠疫情那里 勉强数到五浪 那四浪就是在新冠疫情底下 接着再爆上去 直上的虚耗性上升 这个是典型牛三 亦都是牛市 以波浪理论数的第五浪 做了的了 现在就是等于在上面跌下来 金融海啸的底部是7500 上一次宿表 即是鲍威尔宿表加上贸易战 令到道指就大约22000 即是蓝色圆圈 金融海啸的底部是红色圈 蓝色圈就是宿表和贸易战 你记住 当时的宿表没有现在那么严重 那时候由四万多亿缩 现在是八万多亿缩 是重复了 那时候美国的负债是十几万亿 现在是二十八万亿 所以你看到那时候 缩一缩就被特朗普搞定了 再放水 好了 都不要紧 再到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的底部 就是万九万八 新冠疫情的底部 是万九万八 然后当时没有事 QE无限 所以这次道指跌下去 一定是第一个目标 就是万八 因为新冠疫情 没有事 炒疫苗 没有事 搞定了 现在全部不对版 所以我去年 过去一年 尤其是第一二季 那个节目 我经常都说 黑天鹅事件就是疫情和疫苗 这里 疫苗没效 接着疫情回来 这个情况 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七成八成的机会是实现的了 所以如果你说疫情影响 而令美股跌 第一站一定下回新冠疫情的底部 万八点 加上现在变成了货币政策转变了 譬如说加息 譬如说缩表 开始真的做出来了 那其实真是倒指万八 是没有走鸡 但是当然 这个不是底 最底的 当然我又不是说 那么快会说到 回到金融海啸底 但是肯定就不止万八点 OK 那大家早前两三个月 说港股没得炒 走去炒美股的人 你们小心了 你可以不相信 不要紧要的 真的不要紧要的 市场就是计大家投资的取向 条数的 错了就要承受损失的了 这个你自己想了 好了 那么回来说回港股 港股就是沉底之旅 什么叫沉底呢 其实港股由2018年到现在 正式下了五浪的了 已经开始进入 这个熊市三旗的底部 这个底可能未到底 也都可能会深一点 我不用目标来计算 因为我都不知道底在哪里 但是我只知道 现在来见底不完 现在买货 捱完底 一样上回 有钱赚 还要赚很多 但是现在买货 可能还有几千点 两三千点的跌幅会出现 那我们就用平均价去买货了 这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着大家 足本重温 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订购支持